上一次的課程講到孟子到齊國當課卿 然後希望有可以執政的機會 能夠一展他的治國的長才 但是到哪裡都不遂順 所以到齊國也是一樣 那麼我們現在接著看下文 孟子去齊術於咒 孟子不得見用 在那邊看了一段時間 然後一直不願意接受齊王給他的奉路 武功不受路 那麼看來並沒有可發展的戲劇 所以他就準備要離開齊國了 要回到他的州國了 術於咒 這個咒是齊國南邊的一個小小的線 比較接近乳 那麼到了魯呢 也就跟這個州也就相去不遠了 所以要回州之前 最近的地方就是這個州 那麼術於咒就是說 他沒有離開齊國 在齊國的最邊境上 再住下來 有欲為王流行者 作而言 不應引積而握 那麼就有一個賢人啊 他知道孟子啊 是個有治國常才的人 那他非常希望孟子能夠留在齊國啊 他希望為齊王把他留下來 齊王看不懂嘛 但是我知道孟子是個可以治國的人 可以平天下的人啊 那這個賢子啊 多麼希望孟子能夠留在齊國啊 所以呢 特地去跟孟子談了 坐而言 坐在椅子上跟孟子談 希望他留下來 不應引積而握 不應了 孟子沒回答他 引積而握啊 就像我們趴在桌子上一樣了 為什麼這樣子呢 就是很憂痛很憂心 孟子呢一離開了這個齊國呢 齊王呢也沒有來留他 他又刻意在齊國的邊境上 就這麼多住個兩三天 那用意是什麼呢 希望看看齊王會不會來留他呀 可是呢眼見他就要很失望了 他要離去了 要離去的時候更憂傷啊 此去他知道啊 這個天下不得人人來治天下 那麼天下終究是不得安寧呢 沒辦法憑天下嘛 那麼剛好呢 有一個人要來留他 他呢非常的痛心的情況下呢 就趴在這個桌子上 沒有回應 可見得這個 人人君子啊 不會只是憂傷自己的得失 人人君子實際上不憂自己的得失 但是呢 為天下而憂啊 這個是古聖先賢啊 一貫的啊 大家都一樣的 任何古聖先賢一講到天下 能不能平安啊 大家都是非常的關心跟憂傷的 人人君子並不是不憂傷啊 古聖先賢也不是不憂傷 聖先博不是不憂傷 這個 佛家所說的空啊 只是說無我啦 沒有我的得失熔辱的意思啦 說無人呢 是說別人怎麼樣對待你呢 怎麼樣欺負你呢 不掛在心上的意思 而並不是真的不關心天下人啊 聖先無我 但是呢心懷天下 不然就不叫做聖先了啦 這個呢就是呃 在描述當時孟子的心境 客不越約 地子齋樹而後感言 夫子握而不聽 請勿父敢見矣啊 然後那個來留孟子的這個賢達的人啊 他不高興他就說 地子齋樹而後感言 這個齊呢練齋 古代的這個齋食啊 吃樹這個齋啊 跟這個整齊的齊是同一個字啊 齋樹而後言是說 他前一天就已經晉升素食了啦 古代呢 比較有大的祭祀喔 像是祭宗祖啊祭天啊 比較大的祭祀 都是前三天就要素食的啊 叫做齋樹 說我前一天我就齋樹 我就晉升啊 然後才敢到你面前來見你 這可見得是說 我對孟子非常的敬重啊 夫子握而不聽 請勿父敢見矣啊 說我這麼誠心來留您 你卻呢 一硬也不硬 你都不理我啊 趴在那裡一動也不動 算了 我不再說了 就當我沒來過吧 很不高興了 曰做我名譽子 孟子就起身 他說你坐下吧 我來告訴你 什麼原因 好 我不回答你 這是什麼道理啊 他說啊 喜者 魯木公無人乎指思之策 則不能安指思啊 他說過去 這個魯木公 的時代啊 非常尊重指思 指思呢 就是孟子的孫子啊 也就是孟子的師父啊 他說魯木公呢 非常尊敬指思 但是指思在這個魯木公旁邊看了好久了 魯木公也沒有想要好好的叫指思來執政的意思 所以指思呢 看這個道中就在這裡啊 無法堆行就準備了 要離去 可是呢這個魯木公呢常常派賢達的人 派賢者啊 常常在指思面前說魯木公的好話 說魯木公以後啊 會請你執政的 他是非常尊重你 只不過現在呢 因為怎樣怎樣怎樣所以呢 可能得要暂緩一點 請你呢 再多待一會 然後就盡量留指思啦 所以指思又想走呢 又被留住 又想走呢 又被留住 謝柳深祥 無人忽木公之策 則不能安其身 那麼謝柳深祥也是個賢者 但是呢 他的才德遠不如指思啦 但是呢 還是個賢者 這個謝柳深祥呢 也是一樣拜見魯木公 然後呢 魯木公也沒有真正的用他們 可是呢 這個就有人 有賢達的人 知道謝柳深祥呢 是個不錯的賢人啊 所以呢 一直在魯木公的旁邊啊 一直來述說謝柳深祥的好處 他是如何如何的賢明啊 所以呢 魯木公呢 就對謝柳深祥的印象不錯呀 就想要來用他們 所以謝柳深祥呢 也留了一段 蠻長的時間啊 那這個話的意思是說 像指思 是因為魯木公 一直主動派人來留他 像謝柳深祥 不是謝柳深祥 派人去跟魯木公說好話 而是說魯木公的身旁 就有那樣的這個層 盼著謝柳深祥不見用呢 而主動到魯木公的身旁 去說謝柳深祥的好處 這個意思是說 當時指思之所以在魯國留很久 是因為魯木公有誠意 謝柳深祥之所以留很久 是因為也有賢人在魯木公變前呢 說謝柳深祥的好處 總之意思是告訴我們說 中間都有人在不斷的穿梭在努力著 希望促成國家跟賢人之間的橋樑的意思 只為長者綠而不及指思 只覺長者乎長者覺止乎 這是孟子說的話 他說你為我設想 長者就是孟子自稱 因為當時年紀也一把了 鬍子很長的 你說你為我設想為我來流行 希望把我給留下來 而不及指思 可是你卻沒有設法 去使齊王主動來留我 不及指思的意思是說 要像魯木公留指思那樣 你並沒有做到這樣 只覺長者乎長者覺止乎 那個指就是您 說那是你對不起我呢 還是我對不起你 那個覺就是對不起的意思 是你對不起我 還是我對不起你 好這什麼意思 就說如果你想要留住我 你是齊國人 你認為我是個賢者 所以你希望我留在齊國 再多忍耐一下 齊王只是一時想不開 那你想留我 你卻沒有辦法去捐縮齊王 讓齊王主動呢 來留一個賢人啊 對不對 那你只是叫我一直留 那我留下來要做什麼 這個是在說 人們呢只是常常想到自己的立場 可是未曾替天下想一想 怎麼樣才能夠把聖賢留住呢 聖賢又不是愛錢的人 你用錢買不動他的啊 聖賢是講理的人 你用不講理的方式留他 倒行逆施的方式留他 他是不會幹的啊 那什麼樣是合理的方式呢 合理的方式就是說 這個齊宣王主動展示他的誠意 或者派人再去找貌子 說暫時國家如何如何的不方便 請再帶我一段時間 以後呢 我一定會這個奉你為師 然後呢來施行人證 希望你一起留下來來救天下 如果這樣講呢 孟子非常非常願意的 他就留下來 這段是說 從我們一個旁觀的角度來說 你會覺得說 孟子衛免太不禮貌了 人家摘樹而後感言嘛對不對 吃樹了一整個晚上 靜生才來敢跟你說話 趴在那裡不起來呢 這個就是一個伏筆 這個伏筆是做什麼呢 他爬起來 他跟他講 其實是你對不起我 不是我對不起你 因為呢 你一直來留我 我一個賢達君子 知理的君子 哪裡會這樣讓你留住說 我一個人在這裡 然後呢 那個君王不甩我 我留著做什麼呢 對不對 你怎麼不去想想辦法呢 大概是這個意思 下一段 孟子去奇 隱世與人約 不是王之不可以為湯武 則是不明也 那個隱世是一個奇國的人 也是個賢人 一個求學問的人 那孟子已經離開奇國了 他已經不是到那個奏地又住了兩三天嗎 對不對 然後呢還是沒人能夠留住他呀 各位你要去想當時孟子的心思 為什麼在那個奏那個地方又多住兩三天 就是心心念念 心系天下不忍離去 那要找到一個像齊先王 他重看當時的各國諸侯 像齊先王這樣還稍微可以服的人 其實也不多 那講的呢已經稍微有點契機了 問題齊先王旁邊的城啊 很多反對孟子的 當然這個是有才學的人互相會嫉妒啊 這個事情是到哪裡都一樣的啦 所以這個孟子呢不得見用啊 可是心心念念就覺得很可惜 嘰嘰呼呼都可行的 可是就差這麼一點點 然後呢 住了兩三天 還是沒人請他只好走啦 孟子離開了奇國啊 奇國的一個求學問的人叫隱世 他就跟人家說啊說 不是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啊 則是不明也 他說孟子你來到了這個奇國 你看不出這個奇王 根本是扶不起的阿斗 他根本就不是湯王也不是武王 那你看不出來就表示你沒智慧 你那能不清 所以你來了 是其不可然且至 則是甘則也 那如果你早就看出 他是扶不起的阿斗 不可能用你 然後你又來了 那表示呢 你是甘則 甘則就是求奉路 甘就是求 則就是後路 你根本就是為了官位 為了賺錢來的嘛 那其有一個聖賢為了賺錢 跑這麼千里萬里的路呢 對不對 我最瞧不起這種人的意思 這個你兩者 你一定要錯其一嘛 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 山術而後出咒 是何而如智也啊 是則之不悅 他說啊 不遠千里而來 來見到了奇宣王 不遇故去 不遇就是說 奇宣王不能夠認識他的才感 然後呢不用他 所以呢最後他得離開了 山術而後出咒 住了三天在咒這個地方 住了三天才離開 是何如智也 說幹嘛這麼拖泥帶水啊 你要離開你幹嘛不乾脆一點啊 對不對 揮揮衣袖就走人了嘛 然後呢這個車馬趕路了 就趕快回你的州國了嘛 卻又在我們的奇國的 煙境上住了三天 拖泥帶水還期盼人家來請你回去 說是則之不悅 是就是隱世嘛 就是這個求道德學問的人的名字 他說我啊 最瞧不起這種裝模作樣的人 這個罵人其實是罵得很兇的 高子已告 孟子的弟子叫高子 就來告訴孟子隱世的這段話 那我們看孟子怎麼答 孟子的心機是什麼 曰 福隱世勿之餘哉啊 他說啊 這個隱世啊 是個賢達的人 可是呢 他哪裡知道我的心意啊 那我的心意是什麼呢 他說 千里而見王 始於所欲也啊 他說我不遠千里來找齊宣王 這是我內心非常願意的 吃這麼多苦 我在所不惜的 為什麼 因為我來這裡是要平治天下的 是希望貢獻我的所學給天下的眾生啊 為天下眾生某一點福利啊 所以雖然不遠千里的辛苦 有機會我認為就值得一次 沒有人有十足的把握的 事實上是有誰有十足的把握 但是有機會就值得一次 各位那個前面隱世是怎麼說啊 他說你如果看不出這個 這個齊宣王不可能用你 那你是沒有智慧的 對吧 他這個意思好像是說 聖賢對於什麼事情都要未卜千知 然後呢 已經知道結果 所以都不用努力 那麼各位我請問你啊 在當時佛陀在世的時候 不也有這麼一個很暴虐的國君嗎 然後他帶兵要去滅世家族對不對 那麼第一次帶兵出來的時候 這個盧萊佛就坐在地上 坐在路的正中央 把他們部隊給擋住了 因為盧萊佛是個靈人嘛 所以呢看著他的面子 他就帶兵又回去了 可是呢越想呢越憤怒啊 他終究還是想把世家族給滅掉 又帶兵又要出發了 盧萊佛知道呢 又第二遍坐在馬路中間在那邊打坐 然後這個國王又看盧萊佛面子已經兩次了 帶著兵又回去了 可是越想還是越憤怒啊 第三次帶兵要去滅世家族 盧萊佛還是一樣坐在這個路上 要擋這個部隊 一有機會盧萊佛就要去擋他就對了 可是第三次這個國王還甩他嗎 不甩他 那個國王認為我賣你面子兩次也就夠了 第三次呢就把大軍開過去了 就這個世家佛坐在路中間不管你了 就給他開過去了 好那最後當然是避開了 世家佛沒有讓他給受傷 可是呢世家族也被滅掉了 好我之所以舉這個例子 我是要告訴各位說 如果我們要以同樣的標準來凋燃如來佛 可不可以講說 如來佛你有智慧嗎 你根本沒智慧 你看不出這個人 根本是不可能被你感化的嗎 那後你還來那你真是沒智慧 各位是這樣嗎 不論知不知道說 終究能不能阻擋到他 但是會希望懷著一線的機會 盡一己之力試圖去改變這個事情 每個人都應該要為一些可能改變的狀況去做努力啊 這個就是古聖先賢他們 學了那麼多學問他們的初衷啊 心心念念就是如此而已啊 所以在這個戰國這麼多的諸侯裡面看一看 齊宣王還算是可以扶得起的人 所以不遠千里就來找機會 這個是聖賢的存心 不能夠說你不是聖賢嗎 聖賢不是未卜先知嗎 你早該知道了你來幹嘛呢 各位這個老天爺派我們來地球上來做功課來歷練 難道是要歷練這個嗎 不是吧 是要歷練我們怎麼樣依著道理去做 怎麼樣依著道理去為人民磨福利 懷著慈悲自己吃苦在所不惜對吧 這個才是聖賢的存心 所以千里而來其實是我所願意的 吃這麼多苦無所謂的 不欲故去起於所欲齋 不得已齊王也不用我 他願意用這個十萬宗請他 但是不給他聖賢 孟子不肯 後來各位記得嗎 他說我用一萬宗蓋個房子給你 並且一萬宗養你的弟子 在上一篇各位還記得嗎 孟子也不要他是不要的 你給我一個空空的位置 一個濕的位置給我 也沒用他也不要 他要的是什麼 確實能夠改變這個國家的 他要確實的權柄 你讓我可以改造他 放手給我改造 我就留下來 你沒有辦法碰到 這麼樣一個似英雄的人 起於所欲齋 這哪裡是我願意的呀 我不願意呀 我來只是為了救天下 我不是為了錢 於不得已耶 所以我不得已我就要離開了 於三數而出咒 於於心有以為數 我們來看看 我剛剛講說 孟子選擇在齊國的最邊境 最高近土國的地方 叫做咒這個地方 還住了三天 真是拖你帶水 你怎麼想不想都想不通 他為什麼會在那裡住三天 要離開就離開了嗎 看孟子怎麼說 孟子說我在那裡住三天 於於心有以為數 我認為還太快 為什麼 因為他仍然念念不忘 萬一齊先王又改變心意 他派著快馬又來追我的時候 結果我已經出了國境了 就是麻煩了對不對 他說王宿姬改之 王如改諸 則必返於呀 說宿姬就是差不多了 一丁點 這個齊先王 也許就差那麼一線資格 他就改變了 他改變的話呢 他一定會派人來追我回去的呀 因為 讓人覺得可惜 就是因為孟子跟齊先王兩個人的對打 對打很多 而且談得似乎呢 越來越投機 可是偏偏齊先王 有意思都要問這個滿朝的文武 滿朝的文武呢 抵抗孟子的人呢 實在是不少 所以 這個機緣一直湊不來啊 可是呢 我跟他談得很好啊 其實他 只要腦袋瓜一轉 誒說不定就會太快馬來追我回去啊 所以他在奏地這一邊 各位我們可以想 他在奏地那邊坐了三天啊 哎呀那真是心心念念喔 都在想著 或者齊先王應該派人來了吧 怎麼還沒來了 已經一天過去了呀 然後第二天一直看著盼著 盼到第三天已經實在是為天下而憂啊 內心已經非常的憂傷了 所以趴在桌子上 趴在桌子上的時候 剛好有人勸他嘛 對不對 他就在想 趴著的時候他就沒有起來 他就在想 你們這些人空口說白話 你們為天下著想 不去找齊先王派快馬來追我 我還樹地還賴在這裡好幾天 臉皮都不要了為了天下 你們還有臉來找我 一點都不為我想辦法還指責我 對不對 所以他後來他就起來說 我告訴你啊 是你對不起我 還是我對不起你啊 福出咒而亡不予追也啊 予予然後浩然有規則 說啊我啊等了三天 然後呢騎著那個慢慢的馬 慢慢的走 終於還是走到國境了 出了咒 我還是回頭一看 我並沒有看到網友什麼快馬來 然後浩然有規則 那個時候我才說 唉算了吧 死了這個心 回周國去吧 這個就是像當時的孔子周遊列國 不得見用嗎 最後回到魯國去 去做春秋啊有沒有 去編這個禮樂啊 我們後世才有這些這麼好的經典 可以讀嗎 我還沒看到 那幾個月 我還沒看到